亦兰县大同乡拥有一座全国第一个商转的地热发电厂 为了让参加绿色博览会的民众更认识这项前瞻能源 2024宜兰绿色博览会的净零器展区中 就规划了一座阅读地热的管设 专业的导览志工向大家说明地热的发电原理 就是将水打到这个储存器 然后在水的后一段我们灌输到地层的一个储存器 然后储存器上来这个热产生一个蒸汽 然后蒸汽到这边有液态的有机溶机跟氨 然后我们转换为一个器杞去带动这个发电机组 然后让这个发电机组产生电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发电的原理 那同时在这边我们的水会回流到储存池 然后这边冷却的水也会回流到储存池 重复再利用 所以我们是取热不取水 那水是可以循环的来利用 阅读地热管设就是一座寓教娱乐的科学教室 当中有六本大型的书本 内容详尽介绍地热的由来 生活应用以及发电原理 此外管内更有三座实体操作的热能感应与应用设施 首先是一个被城市包围的大型地心 强调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人们 无论身处何地 地底下都有一个大大的火炉 那就是地心 就是透过我们手中的热气有热量 然后转变成机械能再转变成电能 那这个这套装置就是模拟清水滴热 热能转变成电能的拓热 我们双手轻轻拖热之后 好双手拖热轻轻握住玻璃管 观察一下玻璃管水位也没有上升 然后再看看旁边的城市有没有发亮 这个就是可以用热能转变成电能 馆长介绍 只要将双手握着各种颜色的水瓶 玻璃瓶在加温后水位会上升 此外水瓶上面装有感测器 感测器可以测量手的体温 借由大家的温度让地心的灯都亮起来 所以这样子你看它又喷了 所以小朋友就看到 哇我的地热发电了 然后发电之后这个灯气就会往上喷 然后往上喷了高温的灯气 高温很高温热情哦 你看再一次 这个又喷了 哇又爱发电点亮城市 哇漂亮 这个人防守都在热手的模型上面 对 火车就会动起来哦 不会烫这个不会烫不会电 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另一个则是让游客体验 用手的温度从热能转成机械能 再转成电能 进而有了电力 可以让旁边的小火车绕着城市转动 哇塞 我们看一圈哦 然后让火车来进站哦 让火车到这边来进站 火车在哪里宝贝 火车在哪里直行一下 好在这里 好手可以离开 我们完成地热的景点 最后则是闯关成功的游客 可以在模拟地热主食鸡蛋的热水中煮蛋的时劲 让蛋放进水中大约8到10分钟 就真的可以吃到一颗地热蛋 拿起来我们会泡在冷水里面 像清水滴这也有冷水池对不对 对 我们就泡在冷水池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模拟冷水池 大概泡个两到三分钟它就变冷了 那在我后方我们这一款是阅读滴热 那我们要透过阅读的方式 来了解滴热它的形成的过程 还有怎么运用 还有里面有一些互动装置 就是教导我们大朋友小朋友 透过热能然后转变成机械能 再转变成电能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目前清水滴热发电的原理 全球既有超过140个国家 宣布将于2050实现净零排放 而使用再生能源 就是大自然赐予的低碳能源 其中地热发电不受气候影响 并且可以24小时发电 成为247基载能源 也是未来能源脱离碳排 迈向净零永续新的希望 绿伯志工赞不赞?赞! 阅读地乐爱地球 GO!